大家好,我是格子 相信提到大一哥猪之文呢 大家一定不陌生了 那这位草根明星呢 也深受很多网友的喜爱啊 那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大一哥猪之文 为什么拥有一线明星的流量 却只拿着三线明星的收入呢 第一呢 就是大一哥猪之文啊 付出的多 我们都知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大一哥的出场费呢 虽然只有5万到10万 但是2017年呢 大一哥猪之文就参加了220场演出 2018年呢 演出了208场 2019年呢 更是演出了230场啊 那相比同为草根明星的草帽姐 刘大成 还有王尔妮呢 大一哥猪之文付出的呢 是他们的好几倍 那么演出的场次多了 自然认识你的人就多了 认识你的人多了 自然喜欢你的人就多了 那么第二呢 就是猪之文没有明星的架子 他很知足 所以很多商演呢 都比较喜欢请他 我们都知道 大一哥猪之文呢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啊 就连2011年 他上台演出 唱那首滚滚长江东市水的时候 都穿着他那身军大衣啊 所以可见他生活呢 是非常朴实的 更可贵的是 成名后的大一哥呢 还是一如既往的 过着他那种朴实的生活 并且呢 为村里做了很多的善事 并没有像很多明星一样 灰金如土 摆明星的架子 所以商演的时候呢 很多商家都愿意找大一哥 那么自然大一哥的口碑就会比较好 所以这几年呢 大一哥凭借着他的辛勤付出 还有忠厚善良 赢得很多网友的喜爱 所以这个呢 就是大一哥朱之文 为什么有着一线明星的流量 却只拿着三线明星的收入的原因 好那朋友们 你们喜欢大一哥吗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咱们相互交流 好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